投资朋友圈 注意的投资决定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 看到澳门博彩方面 看到今天澳门博彩股 是有一个权限造好 主要读股升幅 都是介乎4%到6%的水平 没错 据澳门日报 影速机构 专股公司网站的资料 就显示出 这个澳门国际机场 第二季的旅客量 是达到了 119.7万 较首季增长了超过58% 恢复至了2019年 第二季度的50.2% 虽然6月份为传统淡季 但是客量创了 今年单月的新高 达至了43.1万人次 恢复至了2019年 同期的55.3% 今天看到 整体的豪赌股 就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整体是上扬的 是不是说 我们整个旅游的人数 加上整个趋势 但是向上的话 对于豪赌股方面 就有个正面的刺激作用 这个正面的刺激作用 所以有个持续的效应 对 就如果从那个趋势方面来看的话 就的确整个澳门的形势在改善 就有别的可能 就内地的一个消费情况 内地消费情况 其实第二季度 大家普遍觉得 比第一季度 要有一个转叉的一个趋势 但如果你看澳门的情况 恰恰是相反的 就第二季度 比第一季度 其实是维持一个强劲的一个增长 而这个增长的话 可能会延续到那个 就七月份 至少七月份 就那些券商统计了 就是头九天 或是有一些统计了 头一周的一个 就是读搜数据来看的话 就还是维持着一个 比较强劲的按年的增长 这个可能是跟 就澳门的整体 对外的交通 恢复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就比如说对外的航班 或是对香港的一些船 或者跟内地的关口 那方面是在逐步的恢复 同一时间的话 其实澳门 其实就是固产以后的话 其实也办了很多的演唱会 就比如说 刚刚过去有张学露演唱会 然后四五月份的时候 有Blackpink 所以这一些的演唱会的话 其实带回来的那些客流量 可能就对他们赌注来说 有比较大的贡献 就比如说能去看Blackpink 就因为炒价 可能需要几万块 或十几万块的 就一张门票 所以就是能夸这个钱的旅客的话 消费力很强 就去到澳门的话 可能也会赌上 就几把的情况 对于赌注来说 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收益 而如果是从演唱会的排期来看的话 因为整个暑假后期的话 其实还是会陆续有一些演唱会 而且是对于一些出行的需求来说的话 澳门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地 所以现在来看着澳门这个比较旺盛的一个旅客的数字 跟那个赌注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延续一两个月吧 就是四月份跟八月份 应该都是这种情况 而考虑到澳门博彩股的股价 在就现在这一轮的话 就还没有回到就四五月份 就黄金周那个时候的那个位置吧 所以短期可能就是目标 可能阻力就在那边 稍微长期一点点吧 可能就有机会就回到或是突破 今年年初就三四月份 就互活鞋之间的那一个高位 可能就对于博彩股来说 可能是一个中期的目标价格 那博彩股当中选择的话 你会看哪几只呢 像金沙盈雨啊 包括还有之前的永利啊 其实大家都挺关注的 其实你要看股价 确实我看到股价 基本上从今年年初升上来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再出现太大的突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包括看这一次的 这个六月份的这个人数 也表现不错 半季里面都能有这样的一个人数 其实不会给市场对未来的话 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憧憬 应该可以把有机会 把博彩股股价再推高一项 但似乎市场还是比较偏向于保守 是受市场气氛影响的 你觉得说还是对于这个博彩行业 未来的一些 包括澳门旅游方面 大家还有一些隐忧在里面 主要是市场气氛吧 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横指是直破那个2万2万3轴的一个水平 现在就只有1万8千多 所以就指数整体的市场气氛 有一个比较大差异 所以就博彩股的现在股价表现 表现其实并不太差 就比整体的那个大盘要强势多了 这个也是因为它自身的 那个基本因素在改善 至于选股方面的话 因为这一次主要还是那个旅游 旅客所带动的一个复苏 所以可能就优先选择的话 可能就选择一些 就是除了博彩以外的一些设施 就包括酒店 包括展览 包括商场 这一些设施比较多的一些博彩企业 就其中的话可能是银鱼跟经商 是这方面的一个首选 银鱼的话可能就稍微多一个概念 因为它新的那个酒店在8月中会开末 这个可能就对于它来说 在也是可以capture到可能就暑假的一个尾巴 就是那个夏天陌生的话 可能还是能够赚一波这方面的一个游客的增量 所以首选的话就可能是这一两次吧 就其次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个奥博吧 因为奥博的确就是那个堵收以外的那些 就是设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 少而且是就比较旧 另外的话它之前可能就对于这种VIP的 那个依赖也稍微就比较多 所以它的那个亏复 相对其他博彩企业来说 应该会稍微慢一点 看起来这种消费零售等等的股份 都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最近公布的这个1929周大福 这个销售数据也是非常的亮丽 首先关注周大福上个季度 铜电销售有所上升 受惠人流和零售的活动持续的复苏 港澳地区铜电销售就急增了超过64% 内地就升超过8% 至于整体的零售增值就涨了超过29% 按地区来到划分的话 我们看到港澳市场就升了6成4 内地升了25% 期内在内地净开设96间门店 港澳及其他市场就有净开设95间 看到港澳地区的增长力比内地还要高 周大福的话 我们看到这份业绩 能不能作为销售邻居的一个代表呢 未来对于销售零售的一些店铺 或者是企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周大福来说 为什么港澳的那个增幅是比较显著的 主要是跟去年对比 因为去年同期其实还没有开关 因为它这个首季度的那个就是销售数据 其实是4到6月份 而4到6月份的话 就你看到之前就内地4到6月份是封城 就上海基本上都在封城 所以基数是一个极低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它首季度出现一个那么大幅的反弹 这个也是正常情况 但如果是对比1到3月的那个业绩来看的话 好像那个增量并不是太过显著 这个可能也跟就内地的整体的那个消费各方面 其实遇到一个冷风可能会关系也比较大 所以尤其是对于周大福来说的话 其实它现在也不能说一个像本地的那个零售企业 因为它现在主要的那个输入贡献都是来自于内地了 所以就它跟内地的整体的零售销售的那个相关度 还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内地的整个的消费的气氛 就刚才一开始所探讨的那个CPI的PPI 就没有一个太大的改善的话 那可能就对它后续的复苏也是设置了比较大的阻碍 其实这个比如说数字表现挺难得 就是看到其实内地跟香港方面的这个数字 其实都在涨 你要说可能内地跌一跌 可能将这样那些零售销售的数字 搬到香港来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大的升幅 因为人口基础效益 但现在看到两边都在升 趋势应该还不错 然后另外我们也看 其实周大福在过往一两个礼拜 也有一些动作出来 包括在新创建方面 也有一些收购的一些情况出来 包括在这方面 想问一下 那就周大福的股价部署方面 13块8毛6 今天曾经是见过一个月的一个低位 但是看到之后 还是能够再重新爬上来 13目前是升了2.2%左右的一个水平 股价其实也是在一个相对低位 之前也是去到过15块多 接近16附近的一个位置 那针对它的一个部署建议呢 现在算不算便宜呢 从趋势上面来看的话 因为便宜很难有一个绝对的值 但从趋势上面来看的话 就毕竟它现在也是十几倍的 就PE 然后就整体的销售 尤其是内地的销售 这个趋势其实是向下的 就按年同电影和8%的增长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的基数实在太低了 就去年是上海工程的那个时间段 但是如果是按季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在6月相对 它的1到3月还是有一个 比较显著一点的放缓的情况 所以也要了解到 就内地如果是整个零售销售 不会有一个太大改善的话 它的趋势大家是比较担忧的 因为单纯靠那个港澳的话 是比较难就完全带动整个企业的一个 就是那个运营上的那个上涨 另外的话可能也跟黄金的价格的走势 也有相关度 黄金其实因为它是就很大部分销售的收入度 来自于就是卖一些就是黄金的那个食品 因为它就是买黄金回来 然后就做成那个金饰卖出去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时间检查 所以是如果是就黄金的价格 是一个走高的趋势的话 它就可以一个便宜成本 要以一个高的价格会卖出去 但如果是就是黄金的那个价格平凡 或者稍微走低的话 这个对于它的那个 就是整体的满意义来说的话 就不是有一个有利的趋势 所以结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 就虽然它去到一个相对的低位 因为你看到现在大概是在就13块左右吧 应该是一个三底的一个情况 虽然是三底 但是见地以后会不会反弹 大家也都说不准 有可能也跟那个指数的情况差不多 就在低位排排了 那再谈一谈最近的一支 也是跟这个消费有关的 就是免税一哥 这个中国中缅1880 它最近的第二季度的业绩也是相对比较亮眼 令到这个A股方面 曾经一度也是涨停板 那看到最近的这几天 这个中国中缅的这个股价走势 也稍微回暖了一点点 不过呢 从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 它曾经从280元 你看到这个图像就很清楚了 一路再走下坡 走到现在110块了 就是已经腰转了一半以上 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来看的话 有没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或复苏的过程可以让投资者看到 那未来的话 股价进行的修复程度会会怎么样呢 这个第二季度业绩就是出现增长 这个跟朱纳福的情况也一样 就因为去年季数太低了 去年就第二季度也是因为上海封城的关系 所以大家去过了海南 就主要 就海南之前很主要的游客 都是来自于就上海 或是北京或是深圳这些大的城市 所以就今年的话 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复苏 但问题 其实中免是实际上是受惠疫情期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就出有的限制 所以它疫情期间绝大部分的那个收入的来源 贡献都是来自于海南的一个免税店 但现在就放开以后的话 其实对于内地女客来说的话 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她要买那个免税商品 不一定要去海南 她可以就是到国外就直接到那个产地去买 就这方面的话可能就对于她海南那方面收入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这个有部分可以是从那个国际机场的那个免税店里面填补的 因为内地的国际机场其实它都在经营免税店 但只是现在一开始的话可能就是它国际机场免税店的那个亏幅没有就完全回到疫情前 但是就是海南免税店的那个所有的影响就立刻反映出来了 所以对于中免来说的话可能就需要时间做出这方面的一个调整 这个可能就是短期以内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改善 在考虑到中免本身它估值真的是比较贵 虽然是跌到现在就110块左右 但它的那个PE来说的话也是二三十倍的一个水平 所以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的便宜的过程 所以往下的话我觉得短期股价还是要承受一定的压力 好 那这一时机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广告过后回来再跟Alan一起聊